很直白的講就是今天是其實是在那個民眾黨爆發這個政治獻金風暴之後 您第一次跟這個柯文哲先生在同一個場合 但不知道你們等一下因為你們的行程是一前一後嘛 對啊 你們待會會碰面嗎 會啊 因為這個創新創業的座談是 我是創新創業委員會的主委嘛 那我大概就會到各個地方去辦這樣子一個活動 最主要是讓年輕人因為現在社會對年輕人創業是非常不友善的嘛 那我們就希望就是說一直到去辦 那年輕人分享一下他們在創業上面有什麼樣的問題 那我通常會先講那最後就會找主席來講一下 他通常是演講啦 所以我會從我周到尾 所以一定會碰面 那想要會跟主席聊些什麼嗎 聊創業 那關於近期的一些引發的這個黨內的一些風暴 這些疑語會去 第一個是假日期間不談那個政治新聞啦 那第二就是說今天的場合是創新創業 我想還是跟他談一談年輕人創業上面 我們可以做什麼樣的協助或者是幫忙 主席可以幫我們講一下 因為蔡碧如在節目上 就是也認為說黃珊珊應該要辭立委負責 而且他說如果他在進辦的話 就不會讓這些事情發生 怎麼看蔡碧如這個說法 大家對台灣民眾黨都有一個 一種怎麼講 就有這種喜愛 才會來參加這個黨 所以大家對他有很高的期望 不過我想是這樣 我認為每個人都盡力的 其實你看我們這幾天同仁多辛苦 原來的工作要做 現在他影印18萬份的收據 還有支出 整個辦公室都亂掉了 所以今天還是去把整個團隊組織起來 誰做什麼還是要弄 所以結論是這樣 在這個時候就先不要討論究責的話 我們總是先把問題先解決 現在這個中華民國的效率突然變高 你知道一下子那個監察院也要來 東西都被調查局拿去了 監察院又來都叫我們要交什麼東西 那東西還在調查局 還在跑去調查局還在檢查 還在想辦法去把這個資料整理 所以結論 在這個混亂的時刻 大家先穩住正腳 先把問題解決 至於什麼究責那個 我們再來處理 李文中在記者會上 就說很不責任的說我不知道 然後被網友調侃 然後昨天蔡壁如也這樣說 這樣說法就是渣男 這個我猜2024年那個十大金句 這一句話一定會是其中一句 這個 當然是這樣 我們也知道他平常開玩笑 他常常就是講那個冷面笑話 問題是在那種嚴肅的場還講這種冷面笑話 就當然就 當然就真的會變得很好笑 我想那個這個真的2024十大金句 不過這樣啦一樣 這個就一樣嘛 有時候人平常的習慣 他平常講冷笑話講習慣 到那個場還在講冷笑話 當然出問題 會不會有點懷念蔡壁如 因為他可能廣播的時候有特別拿出來說 如果是他他會棄居保帥 沒有啦不要這樣講 棄居保帥 每個人都要好好保存 這個 好 再講一遍喔 在這個時候不要再彼此怪來怪去 先把問題先解決掉 我們今天那個檢察院資料還在整理 就很麻煩 那有跟蔡壁如聯絡過嗎 在事情發生之後 那接下來會不會找壁如姐回來 本人沒有聯絡啦 但是他的一些助理來 我們還是有接觸到 一樣嘛 很多工作還在做嘛 這個中部地區的黨務工作 要怎麼推啦 每天還是有柴米油鹽醬醋茶的工作 12號那場柯主席的記者 給你看了之後你內心的感覺 第一個感覺 內心的感覺 當然這個是台灣民眾黨 面臨到很大的一個政治危機 但是我相信柯主席一定會帶領整個團隊 然後勇敢的來面對 而且也能夠一一的來解決 然後我想也要讓所有的支持者 就像主席講的 以主席的一個清廉跟他的人格 我相信所有這些政治現金捐款的進來的這些 不管是數額小至一百塊大至幾萬塊 我相信這些錢呢 都是用在選舉上面 都沒有流入個人的口袋裡頭去 那那一場記者會讓我看起來就是柯主席的 就是很無奈地坐在那裡 然後所以大概 我看來是很不甘 因為依照他的性格 因為他是一個對錢呢 使用錢是一個很小心而且很節儉的人 那他也覺得說清廉是他的形象 那面對這麼大的一個有關於那個金錢的一個風暴 我有時候就覺得他坐在那裡好像很無奈 因為有時候這個是一個團隊活動 因為總統大選我相信這是一個團隊 那團隊裡頭一定有人有一個總指揮叫總幹事 一定有人要負責這些總務的事情 一定要有人負責記帳 那一定要有人負責集合 所以這是一個團隊活動 這是一個團隊的那個運作 那要說要去怪誰 那一樣就是要從兩方面來看 這件事情的責任政治歸屬是誰 那誰應該要出來 第二件事說台灣民眾黨他是一個政黨 政黨責任那應該很清楚應該要由誰來承擔 我想這個我也在這裡很感謝 這樣子全國的老百姓對我們台灣民眾黨這一次的這樣子一個關注 但是我相信 我相信柯主席還是會帶領台灣民眾黨挺過這一次的政治風暴 這次主席這個金貝彭博你會擔心嗎 就是對他信任嗎 我是絕對是相信跟信任主席的清白啦 那但是這個每天電視新聞媒體這樣報 我確實是也有一點擔心 我想最重要的還是要說明清楚 我想給社會一個交代是一個很重要的 選舉的時候都是怎麼處理的 就是跟這一次的選舉有什麼不一樣 這一次的大選我沒有參與 因為我自己也在台中這邊選舉 但是我想有時候自己是候選人 候選人很沒有辦法去了解到每一筆錢的來源跟細項 所以還是要靠一個團隊 那團隊裡頭有人負責就是記帳 有人負責就是聯繫廠商 那最後當然都是會計師簽證 我想這是一個也相對就是要分工的一個工作 所以我是絕對相信柯文哲的清白 而且他本身當總統候選人 我想他也相對非常非常的忙 不可能每一個細項或是每一筆錢的來源他都記得 這兩天相信很多支持者看到新聞報導都感到非常的憂心 對於我們在監察院政治獻禁申報的資料是錯的 就感到震驚 其實我也相當緊張 我知道說事情的真相絕對不是電視上那些名嘴側意在講的是哪樣 那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在第一瞬間我不知道 所以我們利用在週末假日的時候 把我們政權團隊過去有關的人員找回來 利用假日出一個慶茶 因為這兩天這幾天的這種努力 現在才有辦法在這裡跟大家討論 2024年這一場總統大選 我感謝每一筆小的捐款 也因為有這些捐款我們才可以撐上一次 我知道大家會捐錢都是因為 希望說台灣會更好 也希望說柯文哲有機會來改變文化 所以才有這些捐款 今天調查的結果顯示 我們現在所有的支出都有憑證 都用在選舉相關的事務 更重要的 它沒有跑到任何的口袋裡面 但是為什麼還是發生這件事情 我們整個那種登打的業務全部外包 所以會很便宜行事 沒有一筆一筆輸入 最後就找那個最大筆的把它斷越去 造成今天的這個錯誤 這次總統大選 是台灣民眾黨成立以後的第一次 其實我們都還是在摸索 也沒有經驗 我也認為我們可以做得更好 其實對著我們在監察院的登陸 這種錯誤是不應該發生的 那既然已經發生了 我們會用最快的速度 再去監察院補正資料 我們會從錯誤中學習 也會用最高的標準來要求自己 我們一定會繼續努力 繼續進步 這才是負責任的做法 會保證我們一定會繼續努力 我們不會被任何挫折擊懷 我們會繼續努力